狄庚斯 大卫科波菲尔 第六十三章 一位莱克 我打算计数的事情已经快写完了 不过有一件事我还记得很清楚 这件事我想起来就感到高兴 如果不提一下 我知道这个珠网就会有一根丝没有着落了 我的名气大了 日子也富裕了 家庭生活十全十美 婚后的幸福生活已经过了十年 那年春天有一天晚上 我和爱妮斯在伦敦寓所里坐在炉边烤火 我们的三个孩子在屋里玩耍 忽然听见禀报说有个生人要见我 仆人问他是不是有公事 他说不是 就是想来看看我 而且是远道而来的 仆人说他是个老人 看上去像个重装甲的 孩子们一听觉得很稀奇 特别是他们觉得这很像爱妮斯常给他们讲的一个爱听的故事 那故事就是这么开始的 接下去就是来了一个黑心的老妖精 身穿黑色斗篷 见了谁恨谁 所以孩子们大为惊慌 一个男孩子把头趴在母亲腿上以躲避灾难 小爱妮斯 我们最大的孩子 把玩具娃娃留在椅子上做她的代表 而她自己则躲在窗帘后面 从窗帘缝里露出她那一头金色全发 想看个究竟 让她进来吧 我说道 接着就有一个健壮的挥发老人在昏暗的门廊里迟疑了一下 走了进来 小爱妮斯早为她的面容所吸引 跑上前去迎她进来 我还没看清她的相貌 我太太就站起身来 以愉快而激动的口吻对我大声说道 那是裴果蹄先生呀 那果真是裴果蹄先生 她已经上了年纪 但她面色红润 性情开朗 身子骨儿也挺结实 我们见面时激动了一阵子之后 她在炉火前坐下 把孩子们揽在腿上 火光照在她脸上 我觉得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位老人 像她这么精神 这么强壮 而且这么漂亮 大卫少爷 他说道 我听她用那熟悉的语气说出那熟悉的名字 觉得多么顺耳呀 大卫少爷 现在我又见到你 见到你这善良的太太 真叫人高兴呀 实在叫人高兴 老朋友 我大声说道 看看这些可爱的孩子 裴果蹄先生说道 看看这些美丽的花朵 哎呀 大卫少爷 我头一回见你的时候 你不过和这最小的一个一般高呀 那时候 艾米丽也这么矮 我们那个可怜的年轻人也刚刚算得上年轻人 在这段时间里 我的变化比你大呀 我说道 不过咱们还是打发这些可爱的小无赖睡觉去吧 既然在整个英国你只能待在我们家 快告诉我到哪里去取你的行李 不知道其中是不是包括那个跟着你长途跋涉的大黑包呀 然后咱们就一边喝着亚茅斯水酒 一边通报这十年来的情况吧 就你一个人吗 艾米丝问道 是啊 太太 她说着 吻了吻她的手 就我一个人 我们请她坐在我们两人中间 不知道怎么欢迎她才好 我一听见往日她那熟悉的声音 几乎觉得她仍在长途跋涉 寻找她那亲爱的外甥女呢 来这一趟 裴果提先生说道 远得很呢 也只能待上大约四个星期 不过水 特别是有咸味的水 我是习以为常的 想念朋友啊 我这就来了 这成了作诗了 裴果提先生意识到这一点 也感到惊讶 说道 我本来可没有作诗的打算呢 来一趟几千里 你这么快 就回去吗 她答道 我临来的时候答应过艾米丽 你看 时间一年年过去 我也不能越活越年轻了 我要不早点而回来 很可能就永远回不来了 我一直惦记着 一定要趁我还没老得动不了 来看看大卫少爷 看看你自己这鲜花一样甜美的容貌 看看你们结婚以后的幸福生活呀 她看着我们好像老也看不够 爱妮丝笑着替她把散开的几缕挥发往后撩了撩 好让她看我们看得更清楚 快来跟我们说说 我说道 你们都过得怎么样啊 我们过得怎么样 大卫少爷 他说道 没有多少好说的 我们没有很大的发展 不过日子倒还兴旺 我们一直挺兴旺 我们该怎么干 就怎么干 开头那段时间 可能艰苦一点儿 不过我们一直挺兴旺 我们又是养羊 又是养牲口 又搞这个 又搞那个 我们都全力以赴 尽力搞好 我们也算是有福气 裴果提先生说着 以崇敬的心情点了点头 搞得挺火爆 这是从长远来说 要是没有昨天 怎么会有今天 要是没有今天 怎么会有明天 艾米丽怎么样 我和爱妮丝一口同声的问道 艾米丽吗 她说道 你离开她以后 太太 我们到了地球的那一边儿 在丛林里安顿下来以后 我再也没听见她晚上祈祷 而老听见她念叨你的名字 那天黄昏时候 我和她都看不见了大卫少爷以后 起初她的情绪很低 当时幸亏大卫少爷那么好心 也那么周到 没有把那个消息告诉她 要是告诉了她 我想她就会消沉下去 不过当时船上有些穷人生病了 她就照顾那些病人 跟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些孩子 她也照顾那些孩子 这么一来 她还挺忙活 为别人做好事 这对她很有好处 她什么时候 才听说那件事的 我问道 我听说那件事以后 没有告诉她 裴果提先生说道 差不多有一年光景 我们当时单独住在一个地方 不过周围的树都美极了 玫瑰花盖满了我们的屋顶 有一天 我下地了 忽然有一个人来到我们那里 是从英国老家的诺福克或萨福克来的 究竟从哪里来的 就无所谓了 我们当然请她进来 拿东西给她吃 给她喝 热情招待她 我们都是这样 整个殖民地都是这样 她带着一份旧报纸 还有一些别的印刷品 谈到那场暴风雨 这样她就知道了 晚上我从地里回来 就发现她已经知道了 她说着说着压低了声音 我还记得很清楚 脸上显出沉痛的样子 这件事对她影响大不大 我们问道 爱影响了她很长时间呀 她摇着头说道 虽然不能说一直影响到现在 不过我觉得那里的孤独生活对她是有好处的 她照料积压什么的 有很多活儿要干 也很尽心尽力 总算过来了 我不知道 她若有所思的说道 你现在看到我的爱米莉 大卫少爷 还能不能认出她来 她变化那么大吗 我说不准 我天天见她 说不准呀 不过有时候 我是觉得她变化很大 她身材瘦小 裴果提先生注视着炉火说道 脸色憔悴 一双蓝眼睛又温柔 又悲伤 脸上一副脆弱的样子 漂亮的脑袋 微微往前搭了着 说话细声细气 举止文静 几乎可以说胆怯 艾米莉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默默地看着她坐在那里 两眼依然望着炉火 有些人觉得 她说道 她的感情没用在该用的地方 有些人觉得 人一死 她也就没了丈夫 谁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她有很多次机会 可以找一个好丈夫 但是 舅舅 她对我说 这永远不可能了 她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很愉快 有别人在场就不言不语 她走多远的路都愿意 为了去教一个孩子 为了去照顾一个病人 或者为了帮着一个年轻姑娘为结婚做准备 她为许多姑娘帮过忙 却没有参加过一次婚礼 知道疼她舅舅 挺有耐心 老人孩子都喜欢她 谁有了麻烦都来找她 她用手在脸上搓了一把 叹了半口气 又压住了 同时抬起头来 不再看那炉火了 玛莎还跟你们在一起吗 玛莎 她答道第二年就结婚了 大魏少爷 有个年轻人 是个装甲汉 赶着主人的大车上集市 来回要走五百多英里 她路过我们这里 愿意娶她做太太 在那个地方 太太是很稀罕的 然后两个人到丛林里去安家 她对我说 让我把她的真实情况告诉那个男人 我告诉了她 他们结了婚 住的地方 四百英里以内 只能听见自己说话和鸟叫的声音 古米智太太呢 这是一个叫人愉快的话题 因为裴果提先生突然大笑起来 上下搓起她的两腿来 过去她在那只老破船里 高兴的时候 就老这样 信不信有你 她说道 真的 甚至有个人愿意娶她做太太 要是有个船上的大师傅不想干了 要安家落户 大卫少爷 他要是没向古米智太太求婚 我就天打五雷轰 我说这话 再公平不过了 我从没见过爱妮斯笑得这么开心 她觉得裴果提先生那一阵大笑是那么有趣 弄得她自己也笑个不止 我见她笑得越厉害 我自己也笑得越厉害 裴果提先生也就高兴得越厉害 搓腿也就搓得越厉害 那么古米智太太又是怎么说的呢 我镇静下来以后问道 你要是相信 就听我说 裴果提先生答道 古米智太太没有说谢谢 我非常感激你 不过到了我这个年纪 我不想再改嫁了 而是顺手抄起一只水桶 扣在大师傅的头上 他大喊救命 我进去才把他救了出来 裴果提先生哈哈大笑起来 我和爱妮斯也都陪他笑了一阵 不过我要为这个善良的人说句话 我们笑得没劲儿了 他抹了一把脸 接着说到 他说过要为我们做什么 果然全都做到了 而且做得更多 大卫少爷 他是世界上最心甘情愿 最诚心诚意帮人做事的女人 据我了解 我们刚去的时候 整个殖民地都是我们的 即便在那种情况下 他也没有一时一刻觉得孤苦伶仃 无依无靠 我敢向你们保证 他自从离开英国以后 从来没有再怀念自己的老伴儿 最后 这倒不是说最不重要 谈谈米考伯先生吧 我说到 他在这里欠的账 已经都还上了 你记得 亲爱的爱妮斯 就连欠特拉德的账 他也还上了 所以我们自然可以认为他混得不错 不过他有什么最新消息 裴果提先生笑着把手伸到胸前的口袋里 掏出一个扁平的纸包儿 小心翼翼地从里面抽出一份样子有点儿怪的报纸 你要明白 大卫少爷 他说到 我们有了钱 现在已经离开丛林了 一直来到中湾港附近 我们现在管那个地方叫镇子了 在丛林里的时候 米考伯先生离你们很近吧 哎呀 可不是吗 关于遗嘱的事儿 都去找他帮忙 我觉得 要是有遗嘱方面的事儿 需要找一位先生帮忙 没有比他更好的了 我看见过他那光头在太阳底下直冒汗 大卫少爷 我几乎觉得那光头都要晒化了 现在他当上治安法官了 治安法官呢 是吗 裴果提先生指了至中湾港时报上的一段话 我就拿着报纸大声念了起来 为欢迎中湾港地区治安法官 著名的殖民者和镇民威尔金斯米考伯先生 于昨日在饭店大厅举行公众聚餐会 厅里挤得水泻不通 据估计同时就餐者不下47人 在走廊里和台阶上就餐者尚未计算在内 中湾港的人们打扮得花枝招展 穿着时髦的衣服 争先恐后的像一位这样值得尊敬 这样才气横溢 这样众望所归的人表示敬意 梅尔博士在中湾港殖民地萨伦文法学校任职 主持了这次聚餐会 右手做的就是那位尊贵的客人 宴席撤后共唱不归我们 效果极好 我们毫不费力地分辨出小威尔金斯米考伯先生 这位业余歌唱家那宛如终生的歌声 接着就照例以忠诚爱国的精神分别注酒 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梅尔博士随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他提议为我们尊贵的客人 本镇的荣耀而干杯 希望他除非另有高就 永远不要离开我们 希望他在我们中间成绩卓著 这样他就不必另有高就了 这番注酒受到的热烈欢迎 是无法形容的 那一阵阵欢呼声此起彼伏 像大海里的波涛一样 最后谁都不许出声了 威尔金斯米考伯先生出来答谢 鉴于本社目前人才欠缺 全然无法详细报道我们这位尊贵的 郑敏娜文雅流畅极其华丽的演说 这里只概括的说一句 那是演说中的精品 有些段落比较详细的叙述了 它是怎样发迹的 并提醒在场的年轻人 如果无力偿还 就不要去借债 在场的人听了 就连最刚强的人也掉下泪来 随后便向以下各位注酒 梅尔博士 米考伯太太 她在侧门旁以优美的姿势鞠躬表示谢意 旁边一群美人儿一起站到椅子上 观看并赞赏这欢乐的场面 利吉尔贝格斯太太 吉原米考伯小姐 梅尔太太 小威尔金斯米考伯先生 她风趣地说 她不能用一段话来表示谢意 如果大家同意 她愿意唱一支歌 众人一听这话大笑起来 米考伯太太的娘家人 他们在故国都是知名人士 这字不代言等等等等 祝贺完毕 像变魔术一样把桌子撤去 准备跳舞 舞神的信徒尽情欢乐 直到太阳公公提醒他们该散了 才停下来 跳舞的人当中 小威尔金斯米考伯先生和梅尔先生的四女儿又可爱又有教养的海伦娜小姐 表现得尤为突出 我回到前面去看梅尔博士的名字 梅尔先生过去是米德尔赛克斯的治安法官的助手 穷困结局 现在混得好多了 我正为他高兴 忽见裴果提先生指着报上另外一块地方 我一眼看见自己的名字就看了下去 指著名作家大卫科波菲尔先生的信 亲爱的先生 自从上次亲眼看到你的容颜 已经数年而今你的容颜已为文明世界中相当一部分人在想象中所熟悉 然而亲爱的先生 虽然由于我无法控制知情事 未能与我青年时代的朋友和伴侣在一起 我却不曾忽略他的飞黄腾达 我也不曾因为 如今大海的怒涛把我们隔开 彭斯师 而没有参加他摆在我们面前的智慧的宴席 因此 执此我们二人都崇敬之人回国之际 亲爱的先生 我不能不借此机会以我个人的名义 并不揣冒昧代表中湾港全体居民公开向你表示感谢 感谢你给予我们的恩惠 前进吧 亲爱的先生 你在此地绝非无人知晓 绝非无人欣赏 我们虽然远在他乡 却并不举目无亲 心情抑郁 我还可以加上一句 也不举止迟缓 前进吧 亲爱的先生 愿你彭成万里 中湾港的居民至少都盼望看到这一天 他们会感到高兴 感到快乐 受到教义 在地球的这一方 在地球的这一方 许多双眼睛仰望着你 其中有一双 只要还在发亮 只要还有活力 这双 眼睛 就属于 治安法官 威尔金斯 米考博 我看了看报上其他的内容 发现米考博先生 给这家报纸写了很多稿子 并且受到重视 就在这份报纸上 还有他写的一封信 涉及一座桥 还有一则广告 说他写的这类书信集 不久将重新出版 装真精美 篇幅大增 此外 如果我没有十分看错 那篇社论也是他写的 裴果提先生 和我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 我们曾多次在晚上 谈起米考博先生的许多事情 他这次回来 一直住在我们家里 我想大约不到一个月的光景 他妹妹和我姨奶奶 都到伦敦来看过他 临走的时候 我和爱妮丝都到船上去给他送行 今生今世 我们是不可能再给他送行了 启程之前 他跟我到亚茅斯去了一趟 去看看我在墓地给哈姆利的小杯 他叫我把那简朴的杯纹给他抄下来 我抄的时候 我抄的时候 见他弯腰从坟上拔了一层草 抓了一把图 带给爱米利 他说着 放进了胸前的口袋里 我答应过他 我答应过他 大卫少爷 他说他说 他说带给你 他说带给你 我差不允许